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部分动物的主人很疼他们的动物 会买一些生肉给他们吃 但我在测试里面看到有部分的狗狗 因为吃完生肉之后 导致有些腸胃的不息 包括吐、蛾 蛾方面有些情况严重的话 不单只是蛾水 他们的大便里面可能会含有些血液 甚至有些黏液的东西 动物它们蛾到基本上会有脱水的情况 如果蛾吐同时发生的话 后果可大可小 有些情况进入诊所里面 我们需要跟它吊盐水 入院 打止吐 吃止蛾的药物 所以吃生肉方面 其实我会有一个保留 因为生肉的处理过程 有些情况下假如处理不当 可能它们溶雪的期间 温度保持得不好的话 有机会导致到细菌的滋生 而细菌在生肉里面 被小动物吃了的话 可以导致到腸胃不息的问题 所以要很小心地处理这类型的食物 我就会个人建议 狗隻它们最好吃一些科学性处理的食物 一些科学性处理的食物 说一些全面的狗粮 譬如它是成犬吃成犬的狗粮 BB狗吃BB狗的狗粮等等 感谢观看